吓死我了 我脱了这个衣服 羡慕像穆斯林了 看看我的前面 有一个像一个萝卜头 那么大的房子 之前给大家剪过的 很有特色的 好像是他们的清真室 是吧 我要进去看一下 像我们作为游客能进去吗 要什么条件 要不要门票 来前面问一下 在他的门口前 这里有好多鸽子 还可以投胃 不怕我 从这里进去 这是其中的一个门 好像有好几个门 左边是一个塔 这里没什么好看的 这里有一个介绍 但是都是英文和英文 回家寺院 这里 Velken to 什么什么什么 先进去了 不管他什么了 直走 作为旅游博主 真的是太苦了 这么大太阳好晒 估计来这边都晒黑了 Oh my god 要脱鞋子 看到没有 第一扇有很多鞋子 Open是 2点30到6点 上午才开 你好 你好 不能穿鞋子是吧 不能穿鞋子 就脱了就可以了 你录音吗 是 不可以录音 等一下你要进来 你要进拍机里面 你进去 你不用我讲姐姐吗 讲话 发角落这里 穿袜子应该可以吧 我还要披上 这个衣服他给我的 吓死我了 我穿了这个衣服 戴上个帽子 我像穆斯林的人 然后刚才 就是这里面的那个小哥工作的 他说 我不可以踩这个垫子 这个毛毯上面不能踩 然后其他的地方 随便我去逛 可以自己拍 我自己 然后也可以拍这些画面 就他是在做介绍的 如果说 你跟着他去听他的介绍话 你是不可以录音的 所以 为了我要先参观拍个照 分享给大家的话 我就继续看了 就不跟他了 又跟他的话 就没办法拍个给你们分享了 跟着我的镜头走吧 好热 戴着这个帽子 我想把帽子拿开 来这边看看 这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像一个大堂一样的 没有空调 有风扇 然后这里还有他们这些 这是印度人吧 在这里面休息 还有书可以看哦 哈喽 往这边走走看 好热呀 穿了这个衣服 我有点顶不住了 大落天的 这边还有一个 这个是干嘛的 看一下 这个水塘啊 还有很多勺子 洗脚的吧 洗手的吧 第一次来这种教堂嘛 不叫教堂 清真室 它叫室 不能清为教堂 看看我穿的衣服 里面还有饮水机啊 可以喝水的 这个池子是拿来干嘛的 其实上面有很多这个勺子 现在是三点半了 这里面有这个矿泉水哦 它不是免费的哦 你看清楚哦 一块钱一瓶 看上面那个大大的风扇 没有空调 这些书 哦不是书哦 就介绍他们这边的一些历史文化的就可以秒废取悦 逛了一千出来了 它看着很大 其实它就是一层 就一个大厅那里一个空间 啊刚才我在里面做了一件不该做的事情 就是我不知道里面是不可以跳舞的 其实我那也不是算跳舞吧 就是想整个穿的衣服很长嘛 我就想给你们看下衣服穿了是什么样子的 然后就是在那里撞一个圈圈 刚好被刚才就那个算是导游吧 就在里面工作的 他跟我说在这里面不可以跳舞 里面还装了射线头的 如果说被看到的话 就那个导游会被那个啥 被挨骂的 差不多是这个意思 这个教堂里面 那些雕像啊神像 我都没看到有 正常都没看到有 好像跟其他的一些寺庙不一样哦 我们正常的是什么佛教啊 什么教啊 里面都有大大一些 呃 雕像的是吧 佛像的 这个一个都没有 好了看完了 到此一游 在网上搜雷萨 这一个是真正的马来人的伊斯兰教 寺庙 这个房间大家觉得怎么样 给你报一下这个价格是 148块钱 里面包含了15.87的那个税费 抛除税费的话它是133左右的 呃我是在那个斜程上面下的订单 它好像平台给我优惠了多少钱 如果按原价的话还还更贵一点 平台有这个福利补助嘛就好很多 这个房间总体来说还行 唯一不足就是没有窗户 就是空气里面好像不流通嘛 就有点那种闷的那种气味感觉 但是它卫生这方面的话做的还是挺干净的 尤其是这个卫生间我感觉很ok 比昨天的那个ok多了 这个床啊这个彩灯啊这方面都可以 好累了这是我刚才过来的时候在那边买的这个饼干 街头美食 这是街头美食 这是五五块钱的 刚才坐过来都已经压散了 总共是五个的一个散掉了 主餐还没吃呢 现在来到这边安顿好了 来我尝一下这个美食怎么样 有点像那个什么叶子包着的 好鲜啊像个糯米糯米饭的那种香味 说不出来那种什么味道 外面白的这层呢就是那种 什么那种米糕那种粉的样 就像你 Okay,ährt到 refusal 的ummible糕片啊 这样就像一样的脸 我就差到一整天